大家好 欢迎收看君子山焦点 我是林小然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三 一起来关注三条焦点新闻 力挺川普竞选连任 湾区支持者相聚旧金山 申请美国护照时间延长 要等6到8周 壁画被批种族主义 旧金山已高中 欲擦除 周二晚 总统川普在佛州奥兰多正式宣布竞选连任 口号是 让美国继续伟大 在湾区 部分川普的支持者相聚在金山中国城的一家餐馆 一起观看川普的集会演讲 为他加油 集会现场张贴着川普的新竞选标语 Keep America Great 支持者们认同川普的执政理念 认为他在过去几年中成绩斐然 加州作为深蓝阵营扎根的地区 军山更是受民主党左倾思想影响很大的大本营 当天很多老华侨感慨表示 民主党已经不再是30年前的那个样子 在民主党的一党独大之下 军山的状况呢 正在恶化之中 民主党我对它没希望的 民主党这些人呢 我跟你讲 走歪了 他们现在偏向了社会主义 很多问题不是政府可以解决 要鼓励人民自己独立解决 这次集会的发起言是华裔社区领袖李爱臣 今年以共和党籍参选人的身份再度出战 角逐市长席位 他感激川普在任期间为国民所做的事情 带领美国走回正道 第一 他的道德 提高美国的道德 第二 他把美国的军队的道德也提升出来 第三 他就是美国优先 还有就是有信仰的人 无论你信什么的信仰 你一定是要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所以他做美国总统以来 他公开祷告 他公开他的信仰 为美国的人民幸福祷告 李爱臣还表示 正是川普激励他决定站出来参选市长 以期改变军山的左倾政治倾向 最近申请美国护照的民众可能发现 办理时间可能不如以前那么快了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消息 从6月开始 护照服务机构延长了处理时间 从原来的4到6周延长至6到8周 外界推测 近年来申请美国护照的人数逐渐增多 而处理护照申请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却在减少 这可能是延长处理时间的一个主要原因 国务院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两年中 每年都交付了超过2100万本护照和护照卡 在2018财年 有1.38亿公民拥有有效护照 与过去10年相比 增长率接近百分之百 国土安全部最新的数据也显示 去年 获批入籍的公民人数为75.7万人 在过去5年间是最多的 与此同时 2018年还有110万人获得绿卡身份 其中 亲属移民批准率为87% 技术移民批准率为91% 难民或政治庇护类的批准率为98% 获得公民身份的居民不但可以登记选民 还可以申请美国护照 国务院预计 2019财年将收到1860万份护照申请 虽然护照办理时间延长 不过 要想急于出国 公民可以申请极箭处理 只需额外缴纳60美元 处理时间约为2-3周 周二晚 君山联合学区学委会开得很热闹 来自乔治华盛顿高中的学生 强烈呼吁擦除学校大厅内的一幅巨型壁画 而反对者则呼吁将其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进行保留 这幅壁画描述的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故事 之所以引发争议 是因为从画中可以看到印第安人被射杀 和黑人被奴役劳作的场景 反对的学生表示 看到这幅画就想到了奴隶制 种族灭绝 殖民主义 甚至是白人之上 而主张保留的人士则表示 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是创造美国历史的关键角色 而不单单是被奴役的受害者 壁画是在呈现历史 如果被销毁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艺术作品是安全的 这幅油画是乔治华盛顿高中建校之初就存在的 已经有83年的历史了 其实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引发着争议 在黑人民权运动时 旧人呼吁擦除 最近又被重新提出 与2017年全美割地开始的新一波政治正确浪潮有关 两年前 维基尼亚州的夏洛蒂威尔市议会 在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推动下 投票决定移除南北战争知名将领李将军的雕塑 因为他本人是个奴隶主 事件引发了暴力冲突 更激起美国的破撕救运动 有点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打着尊重黑人印第安人的旗号 要所谓彻底的与美国的种族主义历史决裂 很多地方的雕像被推倒 有的被破漆破坏 在军山市政广场前的一个名为 early days的雕像被移除 因为涉嫌所谓的歧视美洲原住民 就连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也遭殃了 哥伦布日在军山被更名为原住民日 但是遭到意大利社区的强烈抗议 在硅谷圣河西 市政厅里的哥伦布雕塑也被移除了 面对这波政治正确运动 总统川普就质疑 国父杰弗逊 华盛顿等都有序奴的历史 是不是要将他们的所有雕像和画像移除 也有保守派人士开玩笑 按照这个逻辑 其实美国的民主党应该改名了 因为民主党最初创立的时候是支持序奴的 在说回乔治华盛顿高中的这幅壁画 其作者是欧罗斯裔的美国画家 Victor Arnotov-Arnotov-Arnotov 他当时以难民的身份逃到美国 后来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1930年代 在军山留下了很多壁画作品 被认为是批判社会现实派 具有明显的左倾倾向 有人揭发 他实际上是个共产主义分子 后来Arnotov离开了美国 重新回到当时的苏联 其实从Arnotov的利益来看 他的这幅乔治华盛顿的画作 无疑凸显了殖民主义色彩 似乎故意向后人传递批判和争议的思想 估计Arnotov还活着的话 他应该暗自偷笑 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军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军山焦点栏目下留言 与我互动 我是林笑人 下期再会